六小灵童究竟做错了什么? 再过十来天,六小灵童就整六十岁了。 如果没有那场文体两开花的六学风波, 那么他现在应该还是朱军口中那位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我希望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孙悟空。 这是去年下半年的那场风波里, 他常被人诟病的一句六学语录。 这一个孙悟空指的是谁想必大家心知独明。 不过,六小灵童最近改口风了, 在昨天为海兰之家与大脑天宫的联名款发布会站台, 在推广视频里他说, 猴戏不姓张,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人生总会迟暮,经典永不落幕。 或许是对文体两开花心有余悸, 他还表示, 要不是对大脑天宫这部经典动画的崇敬, 他是不一定愿意出来站台的。 想来也对, 要说西游文化IP和孙悟空形象, 大脑天宫可以算得上是六小灵童版西游记的祖师爷。 大脑天宫动画片的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 导演是有中国动画创始人之称的万赖明老先生。 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里, 这部长达120分钟的动画片全凭手工绘画完成, 绘画量超过了7万张, 仅是绘图就用了两年时间。 即使放到现在来看, 里面的每一帧都惊得起反复观赏。 60年代, 大脑天宫就走出国门, 拿下上亿元的天价票房。 当时有个日本年轻人看完大脑天宫, 就此萌发了以动画作为事业的想法。 这个年轻人叫龚崎俊。 万赖明开拍《大脑天宫》的时候, 六小灵童还是个两岁的孩子。 多年以后, 六小灵童演习游记前特地向万老讨教经验。 万老对当时20多岁的小年轻说, 大脑天宫的成功在于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经验, 所以你也得好好地向传统侯戏取经。 1997年, 六小灵童拍侯王世家为背景的电视剧《侯娃》, 90多岁的万赖明曾提词道, 为弘扬民族文化多做贡献。 弘扬民族文化多做贡献, 从近年的表现来看, 六小灵童算是把这句话 践行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 和大多数取名宿一样, 六小灵童从小出生在一个侯戏世家, 祖上是元代末年留在南方的蒙古人。 元朝覆灭后, 朱元璋把这群人集中在一起居住, 贬为堕民, 男人不准读书, 女人不许缠足, 于是世世代代只能吹拉坛场。 六小灵童的张家便是如此, 等到曾祖父辈的时候, 家里的侯戏已经小有名气, 曾祖父在田间地头, 光脚演孙悟空有模有样, 人称活侯张。 等到祖父赛活侯一辈, 成为了少姓明爵, 自家戏院开到上海滩, 传至父亲六灵童, 那已经是浙江省少剧团团长的位置。 家族的高光时刻来自于二哥。 1957年, 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观赏少剧《大闹天宫》。 八岁的二哥张金星扮演的小船令猴, 活灵活现, 惹得总理一把将他抱入怀中。 一旁的记者趁机拍下这个场景, 成就了张家一张流传后事的合影。 又此等光环加深, 父亲早早就选了二哥作为侯戏接班人。 当时还不叫六小灵童的张金来, 本可以做一个温顺无忧的小儿子。 但人算不如天算, 张金来七岁那年, 二哥突发白血病, 不久便离世。 临终前, 二哥躺在病床上, 小弟张金来哭着问哥哥, 死了之后如何才能再相见? 二哥回答说, 当你演成美猴王孙悟空的那一天, 就能见到我了。 没料想一语中递, 张金来与美猴王的接伴就此结下。 不久后, 张金来继承侯戏衣钵, 娶一名六小灵童。 仅从这个一名看, 满满都是父亲六灵童 和二哥小六灵童的影子。 练功的日子艰辛而漫长, 好在六小灵童 很快便得到了命运的垂青。 1981年, 北京一个电话打来, 中央电视台要来选西游记 孙悟空的演员了。 那时杨洁导演负责筹拍 电视剧版西游记, 选角成了大问题。 听闻绍兴张家猴王 世家的名号 满怀希望来到绍兴。 本意是想在少剧团中 挑选演员, 却被六灵童 一而再再而三地 推销自己的儿子六小灵童。 这么个文邹邹的孩子 能演好孙悟空吗? 或许是老莱德子的溺爱。 在绍兴, 杨洁曾亲眼看见 五六十岁的六灵童 拎着四个暖水瓶 为青春期的儿子打水洗澡。 但架不住老侯王一再推荐, 杨洁勉强答应 让六小灵童 去北京试镜。 在等待北京通知的时间里, 六灵童对儿子突然开小灶, 演技大胜于浅。 等到正式面试表演的时候, 一朝一世 已经有模有样。 领导一高兴, 当即拍板, 就张金来了。 1982年, 二十三岁的六小灵童 张金来踏上北上的列车, 正式开始进组拍戏。 1986年春节, 西游记在央视首播, 六世悟空就此一炮而红。 如同儿时 像二哥承诺的那样, 六小灵童 终于如愿成了 家喻户晓的美侯王。 有人见到父亲六灵童 会直接说, 哎呀, 这不是孙悟空的爸爸吗? 因西游记走红的时候, 六小灵童还不满三十岁, 那时的他 正是然然生气的 当红年轻演员, 而但凡有些理想的年轻演员 都不会甘于 只演一个角色。 那时候想, 我不可能一辈子 就演一个孙悟空啊。 他开始挑剧本, 故意挑一些 看不出一丁点 孙悟空痕迹的角色。 鲁迅, 周恩来, 胡适, 重量级的角色很多, 但大多事与愿违, 无论是哪个角色 都不可能激起 孙悟空那样的火花。 2004年, 六小灵童心里盘算着 大家都该淡忘孙悟空了吧。 接了一部演医生的电影, 其中有一场戏 要和一个女孩对戏, 演到一半, 配戏的女孩表情越来越奇怪, 脸憋得通红, 最终扑呲一声笑场。 对不起导演, 我总觉得医生是孙悟空变的, 说完把导演也乐坏了。 不知当时六小灵童 是怎样的心理活动,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此时距离最后一部 《西游记》播出 已有八年了。 就像孙悟空翻不出 如来佛的五指山, 任凭六小灵童怎么突破, 似乎也总是翻不出 孙悟空给他限定的权。 曾经参加的一期 《艺术人生》节目里, 朱军问他, 是否有可能塑造 新的经典形象 来超越孙悟空? 六小灵童诚实地回答 几乎没有。 这个回答让朱军颇为惊讶, 采访了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这么说的, 都说最好的作品在下一步。 既然反抗不了, 不如乐在其中, 于是他逐渐变成了 人们现在熟悉的样子。 身着红衣红裤, 不厌其烦地参加各种 与西游相关的活动, 喋喋不休地 说着一套有关西游记 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话语。 迷恋红色是因为 那是孙悟空脸谱的主色调, 也是戏曲中代表 正义中勇的颜色。 在去年被群朝前的 一次校园活动中, 六小灵童看到观众席中 一位小朋友举着牌子, 我未长大, 不许你老, 让他不仅老累纵横。 而类似这样的 西游文化尽校园活动, 六小灵童滋滋不倦地 做了一千多场。 所有言论都是高度一致的, 就像他走哪儿 就要笔划几下猴戏动作, 在很多场合里, 六小灵童都说过 自己曾有四大愿望。 拍摄完整版的西游记, 演一回吴承恩, 拍一部大闹天工电影, 推动建成西游记主题公园。 前两个愿望已经实现了, 第三个愿望迟迟不能推进, 反而化为了 今年下半年中美合作, 这一个颇为流行的网络梗。 至于第四个愿望, 恐怕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不可能。 我走哪儿讲演都说要见西游记主题公园的事情, 每次说下面都是掌声雷动, 其实我知道自己也就是过一过嘴眼, 再说下去, 没有实际行动, 自己都成祥林嫂了。 扮演的在相, 终究是没有孙悟空那样通天的本领。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演的孙悟空, 而我不是孙悟空。 在晚年的一次采访里, 他感慨道。 在闲下来的日子里, 六小灵童喜欢跑到北京攀家园的古玩市场, 收集一切与西游记有关的东西, 家中的物件多到创下了一个吉尼斯记录, 收藏西游记纪念品最多的人。 尚未深陷舆论漩涡之前, 六小灵童曾预想过自己的晚年, 留起胡子, 去给淮安的吴承恩纪念馆开门, 带上一部西游记养一只猴子。 那时的他无惧可拍, 眼看就要过上被人遗忘的退休生活。 但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2014年, 六小灵童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 国家领导人亲自嘱托他, 西游记的故事可以拍很多部, 要通过这种方式,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去。 听闻此言, 年近花甲的六小灵童 像立即被打了一针强心剂, 洗腥一色。 看来, 我要一直演到八十岁了。 自此便开始了他略显磨正的西游文化代言人之路。 在六小灵童设想的新的西游记故事里, 他自信满满地再三强调, 孙悟空的形象是不可变的, 我这个脸是不能改的。 你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做一个民意调查, 说希望连改吗? 肯定是不希望的。 不允许西游记领域的百花齐放, 是六小灵童被人指责最多的一点。 例如, 他每当提起周星驰版的《大话西游》, 总是表情严肃。 这样人妖不分的电影, 导演和编剧是要跟本国人民谢罪的。 说这话的六小灵童可能忘了, 原著里的孙悟空本来就不是个人。 且不论《八六版西游记》之后的 诸多西游影视剧是否合格, 六小灵童不应该忽略一件事。 在他还是个孩童, 尚未开始学猴戏的时候, 另一个美猴王,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 早已经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经典。 孙悟空不该被垄断, 经典也不应被埋没。 海兰之家此次与上海美营厂合作, 重磅发布《大闹天宫》限量联名款, 正是希望让这一国产经典重生。 海兰之家的联名款让我们想起, 在当今一众外国英雄IP的包围中, 我们还有美猴王这样的国产IP, 值得被印在年轻人的衣服上。